任職僅43天,英國內政大臣布雷弗曼10月19日宣布辭職。 英國首相特拉斯的辦公室表示,前交通部長格蘭特·沙普斯已被任命為內政部長接替布雷弗曼。 在推特上發布的辭職信中,布雷弗曼寫道:「我非常遺憾地選擇遞交辭職。」 布雷弗曼在信中解釋說道,他曾用私人郵箱向議會的一名同事發送了一份官方文件,以獲得對他政策的支持,這在技術上構成違規。 他表示,自己已經意識到錯誤,並向官方渠道報告了此事,但辭職是正確的選擇。 今年夏天,布雷弗曼曾與特拉斯競爭保守黨黨魁,但在早期階段就被淘汰。 他曾於2020年到2022年擔任總檢察長,並於2018年在脫歐部門任職。 在特拉斯政府擔任內政大臣的短暫時間裡,布雷弗曼在減少移民總人數、驅逐移民方面發表了直言不諱的言論。 他的辭職是英國政壇的最新意外轉折。 上週,英國首相特拉斯解雇了財政大臣夸騰,被迫逆轉了他們於9月23日發布的450億英鎊的無資金支持的減稅計劃。 該計劃震驚了金融市場,令英鎊跌至創紀錄低點,並迫使英國央行採取緊急行動。 特拉斯也面臨辭職互生。 。